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喝羊奶就一定能承受 或是把传销绕成国家支持的连锁经营 不仅开大会是集中奖 下了课还有骨干成员关欢你的一举一动 在要效失效之前 及时给你开个小灶 洗脑者反复灌输他们的观点 就像谎话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哥佩尔笑影一样 让无数人坚定地认同他们的鬼话 此外 洗脑者还晓得 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 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示范功倍 他们会让大家一起唱歌 做游戏 喊口号 营造一种群情高涨的集体氛围 同伴们的高度统一带来了一种群体压力 你会想努力地和他们保持一致 而且在这种环境下 人们也很容易陷入一种去个性化的状态 自己的行为不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 自我控制水平也会降低 你会按照其他成员或群体领导的意见形式 加入到重复 冲动 或是情绪化的行动中去 这时想靠自己幡然醒悟 已经不太可能了 在一环扣一环的洗脑术下 智商250的人也有可能被操纵 所以别嘲笑傻子人太多 骗子不够用 先想想有没有被套进去的亲朋好友 尽快把他们从群体环境中拉出来 知己知彼地进行反洗脑操作 实在不行就去寻求专业组织的帮助 这可是一人中套全家遭殃的大坑啊 阿嘞 我没有被洗脑吧 我带领大家做一个活动好吧 大家跟着我大声念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食品的名字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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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牛喝什么 奶牛喝牛奶吗 对 所以呢 就是一个洗脑 如果今后再面临着一个 大家都一哄而起 你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在说说说一个概念的时候 你一定要冷静地选择 记住这一点